好 敏鳳怎么观察 蓝绿事实上各自都有内部的压力 那民党今天中常会事实上 可能就会赶快的处理 总统的这一个大战跟初选 所以我猜测判断 民进党今年的立委提名的初选大战 也有可能相对的时程比较早 那国民党现在显然 这个老的小的 然后不同路线的战来战去 对 就是今天处理的就是总统的选举了 那总统选应该三月中旬 就会赶快办初选了 所以说民党的总统很早就会决定了 那这主要就是因为 陈宗燕事情的影响嘛 就是说大家觉得说 好像内部还在斗啊 还是这个英好像还不支持赖 或者怎样 所以这个算是党中央一个危机处理 就是马上决定开这个中常会 然后开始定这个时程 那五六月还是 五六月是立委的时间点 因为中间可能还是要有一些协调 协调完在初选 那五六月立委来讲 是合理的时程啦 那我觉得今天比较困难的是 国民党的时程 国民党的时程 如果你把立委排前面 立委就要搞一大招了 那然后你再来排总统 我觉得那个是很荒唐的事情 你的东西就是说 你如果到六月六七月 现在甚至有人说要等侯友宜 在这个新北市的咨询完毕以后 再开始做总统的这个提名 我觉得这简直是开很大的玩笑 我觉得这个如果说你要选 你就反正你七月就不算落跑吗 你六你三月就不算落跑吗 你哪一个月走都是落跑吗 所以我觉得说你如果你七月才开始准备 那个总统大选的时候 你就是落到那个韩国瑜的一个格局了 因为韩国瑜那年就是因为 党内的纷争 然后也是要适应韩国瑜什么 高雄市议会的怎么样怎么样啊 然后也是搞到很晚很晚 我告诉你搞到很晚的人都是 都很差的 因为他这个来不及修正 这个所谓的错误 就像我们台北一直讲 台北市陈时中的选举一样 如果陈时中早点出来 他后面的选举的状况 我们大家都有看到 他越来越上手了 那他如果早几个月出来的时候 我相信他就不会这么弱 所以说如果说你国民党搞到七月 才提名总统 我相信你这一局就不用选了 那更何况现在立委草翻天了 那你说大局条款 或是没有大局条款 我觉得这个东西 大局条款现在党中 虽然一直否认 但是我觉得也许没有那个名分 但是一定会依照这个原则来执行 因为他现在就一个党中央的大 的处理台队来看 我如果很多小鸡去落跑 去选立法委的时候 我如果真的是好有也话 我整个连起来就是要落跑政党 那个中医对于总统大选的伤害也很大 对立委选举伤害更大 所以说虽然党中央一直否认说 没有大局条款这种事情 没有听过没有听过 但是我觉得也许没有那个条款存在 但是处理后来未来的提名 一定是依照这种原则 那所以说你说年轻人跑掉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合理的 如果说你 你的提名人还是非常被点名 都是一些老将的话 没有什么新意的话 那还是一样 但是问题就在于就说 年轻人的选票 现在还是集中在克文哲那里 那你我们坦白讲 美老民调 虽然政党的比例上面 这个民进党的回流度 回流民进党的程度比较大 但是你单看这个侯友宜跟赖清德 两人的双人比较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年轻20到40岁中间 在侯友宜的这边还是比较多 所以说显然就是说 侯友宜的年轻选校是比这个政党的 年轻选票要多的 那赖清德的政党的 就是赖清德年轻选票的部分 是比这个政党要少的 那这个就是说 你这个盘下来说 你有这么盘 这个对赖清德是应该是 是有利的 就是说我这个盘盘 有这么多年轻人 那你只要在加把劲 你看年轻人在看到你这个党 我去投你这个政党的 这个候选人 可是万一 这侯友宜这边就比较困难 那你就要靠这个人 去拉这个政党的 所有年轻人的盘 那你侯友宜到底 可不可以维持 所谓年轻人的盘 因为你的票员的流向 跟这个柯文哲重叠 实在太大了 那是双人对决的时候 你的年轻盘是高的 但是再加上柯文哲之后 你年轻盘是不是有这种优势 这就很难讲了 所以柯文哲 这个角色就是很重要 如果说 其实拿台北市 大家都说不会有气保 我觉得那是因为 陈时中打得太弱 才没有气保 但是我觉得 凡是三角都 到最后 尤其是中央级的选举 一定会有气保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对于民进党来讲 沙卡都当然是好事 是比较好的事情 但是最后要防的就是 我最后还是要做主 我年轻选票 中间选票都是还要拉紧 因为我很怕 我会很担心 就说民进党的人会很担心 柯文哲选到最后 就是有点像王建轩那一种的 所以说我只要 只胜立委跟政党票就好了 我个人总统的票 我可以转投别人的时候 这个对民进党的威胁会比较大 好 我们稍后回来